男士的一种英俊 漂亮是要用这样一个动作来 小腿会不会变粗呢 我觉得不会的 我喜欢你 在你眼中的芭蕾舞是什么样的呢 高贵 典阳 还是阳春白雪 其实最初的芭蕾舞 是欧洲群众自娱自乐 或者广场表演的舞蹈 没错 是不是很耳熟 而且 早期芭蕾舞是禁止女性参加演出的 所有女爵 都有男演员反出 5月25日至6月15日 中央芭蕾舞团总排练者徐刚 告诉你不一样的芭蕾舞 享誉中外的芭蕾明星 中国内地芭蕾普及推广事业的中间力量 第42届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 唯一的亚洲评委 他就是中央芭蕾舞团总排练者 芭蕾大师 国家一级演员徐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的荣幸 能够在这里 在这个文化试点的节目里头 与大家见面 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芭蕾舞 当你听说要去看芭蕾舞的时候 可能你心里就有一点点 小鼓在敲的 说这个芭蕾舞 听说是高雅艺术 芭蕾舞是舞蹈皇冠中最崇残的那颗明珠 是阳春白雪 我们看不懂怎么办 一律肯定是有 但是我们通过几期的节目 我们来把芭蕾舞的神秘的面纱 我们把它揭开 让我们来认识了解芭蕾舞 芭蕾舞这个词实际上是个执意过来的 最早它是一个意大利语 再往前追溯 它是个拉丁语 芭蕾其实只是一个舞蹈的意思 最后变成了芭蕾舞 是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历史 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芭蕾舞 那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解释芭蕾舞 我认为可以这么来理解 凡是穿着竹尖鞋跳的舞蹈 都可以归为芭蕾舞 那么也就是芭蕾舞最大的特点 就是芭蕾舞的演员 芭蕾舞的女演员 是要穿着竹尖鞋在舞台上表演舞蹈的 最早芭蕾舞的起源在哪里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最早在芭蕾舞的起源 我们根据历史的资料查了一下 就是应该在意大利 意大利的一些贵族宫廷里头 有一些舞蹈 这些舞蹈往往是出现在一些宴会 或者一些大的庆典活动当中 这样的舞蹈往往由贵族们 自娱自乐地表现一些舞蹈 而这些舞蹈往往出现在一些盛大的宴会当中 也有人说他们这些舞蹈被叫做席间舞蹈 那么他们跳的这些舞蹈 往往又是和他们吃饭的内容紧密相连 有的时候可能说是我们现在要喝一个红酒 那可能就会跳一段类似于赞美酒神的舞蹈 或者是现在可能是要跳一个捕猎的舞蹈 可能接下来端上来的就是一份烤牛排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这些舞蹈 这种芭蕾舞的最早的雏形 相伴着的还有一些歌唱或者是杂耍朗诵等等 他并不是独立的 慢慢的这样一种非常好玩的形式来到了他的邻国 意大利的邻国 法国 在法国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个非常喜欢舞蹈 而且自己也能够跳舞的一个路易十四国王 那么路易十四国王对芭蕾舞所做的最大的贡献 不在于他自己跳 而在于他在1661年下令成立了第一所的皇家舞蹈学校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专业的学习芭蕾舞的学生 有了专业教舞的人 也有了一些专业的编芭蕾的一些人 甚至于有一些专门音乐家来写芭蕾 历史上可能记载过最早的一部芭蕾舞剧 是1581年的皇后的喜剧芭蕾 我们今天来看能够看得到的 我称为最最原始的 或者说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芭蕾舞剧 应该说是1832年在法国巴黎首演的一部非常著名的芭蕾舞剧 那就是仙女 今天我们想通过我们的一些知道的 或者还是不知道的一些十大芭蕾舞剧来认识芭蕾舞 那么首先我们就介绍一下仙女这部芭蕾舞 这部芭蕾舞剧的表演剧目有很多 你的选择跟徐刚一样吗 接下来你不可不知的十大芭蕾舞剧仙女 1832年在法国巴黎首演 而我们现在往往能够听到或者看到 知道的仙女这个版本已经不是1832年的这样的一个最早的法国的版本 而是一位在芭蕾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叫布东威尔的一个丹麦的编导 重新改编的首演于丹麦皇家芭蕾舞团的在1836年上演的这部仙女 这部舞剧的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太难 但是我们从这部舞剧可以了解到芭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就是浪漫主义芭蕾 因为仙女的女演员所穿的这个裙子我们称之为一个道中型的一个白色的纱裙 这样的舞蹈裙子的设计也是有了它独特的特点 我们电影里看到的16世纪15世纪 他们穿的裙子都是大大的 他很不善于舞蹈 不善于表现 有了薄薄的白色的纱裙的出现 才有了芭蕾舞演员的这个轻盈的这个舞姿 然后跳跃和一些腿部的一些动作的出现 那么浪漫主义芭蕾也有称之为白色芭蕾 它的开创的最早的作品就是应该是这部仙女 我们认识的仙女也是我们中央芭蕾舞团 包括我自己我们以前曾经表演过的这个仙女 就是以丹麦布努威尔的这个学派为代表作的仙女 也是现在目前可以说是一个化石级的 能够看到的最古老的一部大类舞剧 我想浪漫主义芭蕾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所谓的竹尖鞋就是出现在浪漫主义芭蕾时期 也就是在仙女这样的一部舞剧开始 首演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现在的芭蕾舞所能看到的民乐园 在脚尖鞋上表演舞蹈 这种立在脚尖鞋上跳舞的这种形式可以说推述到就是仙女 在浪漫主义时期也就是白色芭蕾时期 另外一部可以说是更加有代表性的芭蕾舞剧 就是吉塞尔 接下来你不可不知的十大芭蕾舞剧 吉塞尔 这部舞剧的首演是在1841年在法国芭蕾首演 吉塞尔到现在 全世界各国的芭蕾舞团竞相上演这部舞剧 有它独特的魅力 也是很多很多芭蕾舞的女明星们 女演员们梦寐以求想要去尝试 想要去表演的这样一部舞剧 因为这部舞剧它的特点非常的明显 在第一幕当中是一个德国乡村的一个场景 而在第二幕当中就是这个舞剧最有特点的 叫威力丝女鬼的幽灵王国 这样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和一个非常浪漫色彩的理想画的 或者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一个反差 也就造就了这部演员的表演者 也就是女主角吉塞尔 她需要能够活灵活现的表现一个农村的热爱跳舞的小姑娘 然后情窦初开 爱上了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 但是是乔装打扮了的阿尔贝特伯爵 那么她这种是非常写实的 也是非常让人觉得非常可爱的一个形象 而当她最后知道阿尔贝特是已经有了婚约 这样一个重大的对她来说是噩耗 得到这样一个消息之后 她的心脏病突发 然后死在了她的最最心爱的情人阿尔贝特手里 在最后临死之前 她会表演一段近似于发疯了的一个场景 表演都是有个非常重要的考验 这也是每个音乐员最想去表现 也是最难表现的一段舞蹈 那么到了第二幕 她已经是完全是脸上已经没有血色了 她要扮演的是一个威利斯的女鬼 这个时候 吉塞尔她的所有的舞姿和动作 完全不同于第一幕当中的一些 比较规规矩矩的 很有血有肉的这些舞蹈动作 而就变成了虚幻的飘逸的 尤其是在一大端的双人舞里头 始终让人感觉是一种幽灵的魂 十而飘来十而飘去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这是 这个男主人公阿尔贝特来忏悔 来到这个吉塞尔的墓前 向他忏悔他的 对他的忠贞的爱情的时候 那么吉塞尔呢 其实也是深深的爱着阿尔贝特 所以呢他用他的舞蹈去挽救了 阿尔贝特的生命 当黎明的钟声敲响的时候 这些女鬼们退去的时候 这个阿尔贝特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这也是芭蕾舞历史上 浪漫主义芭蕾被称为 浪漫主义芭蕾 最高成就的一个芭蕾舞剧 吉塞尔 学习芭蕾舞 有严格的身体要求吗 常年跳芭蕾的人 小腿会变粗吗 芭蕾舞男演员 为什么不穿脚尖鞋 学习芭蕾舞小腿 会不会变粗呢 我觉得不会 石刚帮你解答 十大芭蕾舞疑问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第三部芭蕾舞剧 叫海盗 接下来 你不可不知的 十大芭蕾舞剧 海盗 海盗这部舞剧听得好像挺吓人的 其实它最早是我们中国芭蕾舞最早引进的芭蕾舞剧之一 当时觉得好像海盗这个名字好像有点不太好 就我们的老前辈们就另外起了个名字叫海霞 所以有人说海霞 有人说海盗其实是一部舞剧 这个舞剧是1856年最早首演 而我们中央芭蕾舞团在1959年曾经就上演过这样的舞剧 当时由俄罗斯的专家古雪夫帮助大家完成这样一部世界的芭蕾名著 到了1998年我们还也都再次引进俄罗斯的专家帮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部舞剧 当时我也有幸在这部舞剧里头扮演海盗头领康拉德 这部舞剧它取材于英国著名的诗人拜伦的一部同名诗作 然后作曲是Adolf的亚当 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在这部舞剧当中有一段舞蹈 就是在第二部当中有一段舞蹈是女主人公米托拉和海盗头领康拉德 以及他们的好朋友也有人说是这个康拉德的仆人 是一个叫阿里的这样一个三人舞作为这部舞剧里头最经典的舞蹈 为什么要提这段三人舞呢 原剧里头出现的是在山洞里头他们是三个人一起跳的舞蹈 而后来很多优秀的芭蕾舞演员拿其中的阿里和米托拉的舞蹈 变成一段双人舞来参加许多的国际芭蕾舞比赛 确实是一个炫技的非常好的一段舞蹈 它也非常的简单 舞蹈是由笔记牌来编舞 这个法国人后来来到了俄罗斯 他给世人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芭蕾舞作品 甚至于他也有一个双人舞的程式化的内容 都是由笔记牌来研发出来的 是他的独创 从舞蹈服饰上来说 米托拉有穿秃秃的 也有穿长裙的 而扮演阿里的男演员 往往是要光的宝额 光的上身来跳舞 这个也是非常 怎么说 吸引眼球的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海盗的这个双人舞 也是我们能够记住这部舞剧的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我们再讲一部非常非常炫技的芭蕾舞剧 海盗是其中之意 另外一个就是唐鸡赫德 接下来你不可不知的十大芭蕾舞剧 唐鸡赫德 一说唐鸡赫德 我们以前有一次经历 我们去广州 去南方巡演 这个票房非常的不好 而说芭蕾舞 我们都要看这个长长的线潮 女孩子的大的舞蹈 那来一个招老头 唐鸡赫德 那自然就是票房惨败 这个唐鸡赫德 那么很多懂芭蕾的或者是芭蕾舞迷 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们可能更加愿意去看唐鸡赫德 为什么 唐鸡赫德从头跳到尾 各种技术技巧 各种西班牙风情的舞蹈 都会在这个舞剧当中出现 高潮迭起 甚至于可以说是目不暇接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演完 这个New Reef版本的唐鸡赫德之后 就坐在那 人就瘫在那了 完全动不了了 为什么 太累了 这个肌肉已经不听使唤 坐在那都动不了 唐鸡赫德首演于1869年12月14号的莫斯科大剧院 由明库斯作曲《贝吉帕》来编舞 那这部舞剧呢 它实际上的男女主人公 并非是唐鸡赫德和他的仆人桑丘 也不是那个花花公子卡玛阿什 而是吉特里 她是一个末房组的女儿 非常漂亮 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可以说是没有多少钱的 一个理发师叫巴西里奥 他们两个人相爱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的巴塞罗纳港口 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呢 因为唐鸡赫德要当这个骑士来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幻想当中的他的女神 就是跟吉特里唱的一模一样 所以他跟他们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故事 而最终这两个新人 这个吉特里和巴西里奥两个呢 经过的磨难啊 然后呢 两个人终于走到了婚姻的殿堂 然后会在第三幕当中表演一番盛大的双人舞 唐鸡哥就从一幕二幕三幕会有不同的舞段出现 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幕当中可以看到 除了他们两个男女主人的主人公的舞蹈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像斗牛士这样一种特殊的一个舞蹈的表现 唐鸡哥的大的婚礼双人舞呢 也是所有的参加比赛的时候 如果你想去拿金奖 去拿大奖 很多演员就要跳唐鸡哥的双人舞 因为这段双人舞里头有非常重要的技术技巧 和高难的技术技巧 如果能够拿下这段双人舞 往往就在比赛当中就非常的吃香 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唐鸡哥的呢 基本上是纽瑞叶夫的版本 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讲一下纽瑞叶夫啊 因为纽瑞叶夫呢 他为法国巴黎歌剧院编排了这段舞蹈 同时呢 他在1985年的时候 专门来到中国 把他的这个唐鸡哥的这个版本 交给了我们中央芭蕾舞团的 我们的年轻的演员们 然后呢 我们拥有了这个演出纽瑞叶夫版本的这个权利 我后来也听说 这个纽瑞叶夫 把他的这个版本呢 据说是无偿的送给了中央芭蕾舞团 我们接下来要说一部大家都知道的 最少是听说过的芭蕾舞剧天鹅湖 接下来 你不可不知的十大芭蕾舞剧天鹅湖 1877年2月20号 在莫斯科大剧院天鹅湖呢 首演了 但是 大家千万千万要记住 天鹅湖 他的首演是由失败 或者说不太成功而告终 我听说 我们的以前的老指挥也跟我们讲 当时这个 赛克夫斯基是非常的失望 而且他就觉得 我以后再也不要写这个芭蕾音乐了 他曾经这么说过 因为赛克夫斯基 他写天鹅湖 他是受邀 写的这个天鹅湖 同时呢 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趣的作曲家了 他不光是会写这个芭蕾音乐 他还有很多的一些歌剧啊 交响曲也是他 由他作曲 所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出名的音乐家来写芭蕾舞呢 也使芭蕾音乐得以发展 那么话说回来 第一个天鹅湖的这个编导呢 据说他对这个音乐的理解 甚至于他在编舞的时候呢 有记载啊 就是让这个演员手上要绑一个棍子 然后用这个棍子这么扇护扇护 可能来表现这些鹅的形象 我想象不出来 他会有多好看 所以应该是失败的 同时呢 也有记载说 当时第一个编导编舞的时候呢 也遇到了 比如说某个女演员 她就 我觉得我要按照我的特点 来在里面加一段其他的音乐 来篡改这样 这个财科夫斯级的音乐 让这个舞剧呢 额外的支离破碎 这样的话 我想可能也是他不成功的一个原因 而是到了后来 由这个马林斯基剧院的 伊万诺夫和比基帕两个人 在纪念这个财科夫斯级去世以后 在纪念他的时候呢 他们重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用了一些交响编舞的手法 首先恢复了 我们现在知道的天鹅湖的第二幕 是很多群鹅的这个场面 然后呢 也有我们大家都熟知的 这个天鹅群 突突群 也有我们可能看见过的芭蕾舞女演员的这个 头饰啊 一个鹅毛的形象 同时呢 这个用一些和音乐非常吻合的一些编舞手法 把舞蹈的队形 交响化 于是乎 这个天鹅湖成功了 之后呢 由比基帕加入 两个人共同联手 把整个的天鹅湖的这个舞剧呢 加以丰富 重新搬上了马林斯基的舞台 于是 这个天鹅湖就深入人形 一直流传到现在 马上会有一些舞迷就说了 我听说过还有男子版天鹅湖 没错 天鹅湖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包括有一个叫马修布朗 他在纪念这个天鹅湖首演100年的时候呢 他有这个 他带领英国动画冒险芭蕾舞团 上演了一个男子版的天鹅湖 我们中国的艺术家们 把天鹅湖改编成过杂技版天鹅湖 天鹅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版本 也是因为它太经典了 所以我们希望经典能够永远传下去的话 它一定要给它新的生命力 然后去改编 去创新 我想天鹅湖不光可以成为芭蕾舞的代名词 同时呢 我想它也应该是一个艺术的一个芭蕾艺术的一个最高成就的代表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们喜欢叫做老财啊 老财老财 他其实他的芭蕾舞剧是有三部 一部是天鹅湖 还有一部呢 是睡美人 还有一部是胡刀夹子 是他的三部曲 也是有人称 Tchaikovsky是古典芭蕾音乐之父 那么他的睡美人和胡刀夹子又是什么样的呢 睡美人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 我在刚刚来到北京学习舞蹈的时候 那也就是在大概1979年80年的时候 我也看过英国皇家芭蕾舞团 在北京上演的这个睡美人这部舞剧 最近的一次看睡美人还是在上个月 我专门在香港看了香港芭蕾舞团的睡美人 睡美人这个音乐很长 光序幕就将近45分钟 他讲的是一个童话故事 然后到了第三幕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童话人物 什么有的里头就有大灰狼 小红帽 还有蓝鸟 有猫 什么什么 好多这些可爱的一些情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今天稍微不太讲一下睡美人 我们讲一下胡桃夹子 说半天 睡美人现在话题回到了胡桃夹子 学跳芭蕾舞 有严格的身体要求吗 常年跳芭蕾的人 小腿会变粗吗 芭蕾舞男演员为什么会穿脚尖鞋 学习芭蕾舞小腿会不会变粗呢 我觉得不会 时钢帮你解答十大芭蕾舞疑问 接下来你不可不知的十大芭蕾舞剧 胡桃夹子 胡桃夹子也被认为是 Tchaikovsky的芭蕾舞 非常出彩的一个舞剧 因为胡桃夹子在第一幕当中 它是有一个原来的主题 这个Hoffman原创的 胡桃夹子与蜀王的这么一个童话故事 那么第一幕就围绕着胡桃夹子的出现 和女主人公Klala这个小姑娘 做梦梦见胡桃夹子和蜀王打仗 打仗之后 最后他们来到了庞国的王国 出现了我们知道的第二幕当中 非常著名的一些段落 这也是Tchaikovsky写的 非常好的一些音乐 比如说他在第二幕当中 就写了咖啡 那么咖啡这个主题相对应的是一段阿拉伯舞蹈 他写了巧克力 那巧克力相对应的就是一段西班牙的道路 特别有意思的他写了一段叫 茶 茶 替 中国的茶 相对应的就是一段中国的文章 味道的茶 我还是有个人来说 这个是大师的 这一段时间 还在这一段时间 有点声 对面的 会吗 我还是有点帮助 我也会再继续 有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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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有标题的舞蹈 就一定会相对应 它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民族民间舞出现 也被我们称之为叫外国性格舞蹈 比如说西班牙舞 比如说马朱卡 波兰的马朱卡 匈牙利舞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 有民族特色的这些外国的性格舞 我们中央芭蕾舞团的胡桃夹子 这个胡桃夹子叫中国版胡桃夹子 题目改了叫过年 过年这是由我们的三位编导 赵明 冯英和王源源三个人编舞 把一个胡桃夹子与蜀王的 这样一个原始的 经常出现在圣诞节的这样一个故事 搬到了中国 让它出现在中国的初期夜 一个过年 一个充满了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场景里头 表演的舞蹈 也是和中国息息相关 老北京 流利瓦 然后有一些什么陀螺 风筝等等等等 这些中国元素的十二生肖 甚至于出现了传说当中的这个年 这样的一个形象 相对应的就是这个蜀王 这也是我们中国的艺术家 顺应的这个世界的潮流 去改编很多古典的名著 古典的舞剧 让它能够发挥它新的生命力 如果有机会的话 到了快过年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也来看看 我们中国把护刀家座 过年 下面我们要讲一部 是二十世纪的芭蕾舞作品 罗密欧朱利叶 接下来 你不可不知的十大芭蕾舞剧 罗密欧与朱利叶 很多喜欢音乐的 普罗克菲叶夫的罗密欧朱利叶 对大家来说 好像就是一部非常传世的音乐作品 当然财科夫自己也写过 罗密欧朱利叶 然后我们现在世界上 很多很多的芭蕾舞团 都在跳不同的罗密欧朱利叶 那么他最早是在 1940年的1月11日 有基洛夫 这个国家歌剧院 芭蕾舞剧院首演 基洛夫 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遗留问题 以前最早叫玛利亚剧院 叫玛林斯基剧院 在圣彼得堡 后来因为历史上的变革 叫列宁哥勒了 列宁哥勒之后 又出现了基洛夫芭蕾舞团 其实到现在恢复到 玛林斯基剧院之后 我们就知道 基洛夫就是玛林斯基剧院 在圣彼得堡 这部舞剧 当时首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也是被很多芭蕾舞演员称之为女神的 这个乌兰诺瓦 由她来主演 乌兰诺瓦 我们要特别介绍 她是俄罗斯历史上 也就是前苏联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芭蕾舞女演员 她能够非常好的去掌握芭蕾舞的技术技巧 同时也是非常好的理解人物 理解角色 而且能够善于表现人物 表现角色 而且把音乐和舞蹈 紧密的联系的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优秀的舞者 她在舞台上的艺术寿命非常的长 一直到她60岁生日的时候 乌兰诺瓦才退出舞台 告别了她非常热爱的芭蕾舞舞台 而我们中央芭蕾舞团 曾经有过两个版本的罗珠 在1989年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编导 罗曼沃克 曾经为我们中巴来编排过一个罗密欧朱利叶 后来我们的赵鲁恒团长 曾经引进了德国斯图加特 一个非常重要的版本 约翰克兰克版罗密欧朱利叶 这部罗珠呢 在世界各国影响非常的大 也是约翰克兰克这位天才的编舞的第一部非常著名的芭蕾舞剧 之后约翰克兰克还编排了像 奥尼井还有薰汉记这样的一个三部曲 它的罗珠呢 也是跟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比较公认的 非常好的一个版本 说到了约翰克兰克 我们还是要提他一下 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被称为戏剧芭蕾的一个代表作品 奥尼井 接下来 你不可不知的十大芭蕾舞剧 奥尼井 奥尼井是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在1965年首演 那么这部舞剧 除了它 这个不用说是根据普希金的常识改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它的这部舞剧的音乐是由 采科夫斯基而写的 是采科夫斯基的作曲 但是并不是采科夫斯基为奥尼井而写的 奥尼井这部芭蕾舞剧 采科夫斯基写过奥尼井这个歌剧 但是他没有写过芭蕾舞剧 而是由一位叫海音词斯托尔茨 根据采科夫斯基一些不太著名的音乐小品 重新配弃 重新改编 完成了约翰克兰克要求的一个芭蕾舞作品 奥尼井 可能很多人一听可能就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弹过钢琴的人知道 有一首叫四季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写六月份 写的是一个传歌 那这个四季里头的传歌呢 就出现在奥尼井第一幕当中 由莲斯基和欧嘎这两个小年轻这一对 跳的一段双人舞 就非常的阳光 非常的和谐 这样一段双人舞 他的音乐就来自于采科夫斯基的钢琴曲四季中的传歌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采科夫斯基的又好听 但是呢又不太著名的一些音乐 穿合起来 有了奥尼井这样一部舞剧 这个呢也最后我们要说作曲还是采科夫斯基 但是这是采科夫斯基已经离开很多年以后 由其他音乐家把他编曲改编 才有了奥尼井这样的舞剧 好 我们讲了这些戏剧芭蕾和古典芭蕾 浪漫主义芭蕾之后呢 我们要留两部中国的芭蕾舞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964年9月26日 在北京的天桥剧场 红色娘子军这部我们称之为民族芭蕾舞剧首演 接下来你不可不知的十大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这部舞剧呢也成为我们中国民族芭蕾舞剧的 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 那么到了去年这部舞剧已经 先前后后演出了五十年 其中我们由中央芭蕾舞团表演的 将近超过了四千场 还有一些其他的团 甚至于外国的团 也在学习红色娘子军这部舞剧 它的意义不在于演了多少场 更重要的它是创立了我们中国的民族芭蕾的先河 之前也有一些改变一些中国的芭蕾舞剧 包括后来也有些芭蕾舞剧 但是它的艺术成就几乎都没有超过红色娘子军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在中国的南方 在我的家乡上海也有一部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芭蕾舞剧 那就是白毛女 可以说一红一白两部 民族芭蕾舞剧 让我们中国的芭蕾人可以非常自豪地说 芭蕾这门外来的艺术 在中国也是可以能够被我们每一位观众所能接受 而且能够很好的我们来运用这个外来的舞蹈的与会 来表现我们中国的题材 表现我们中国人们的感情 然后为我们中国的艺术服务 在红色娘子军上演很多年之后 在2001年我们中央芭蕾舞团邀请了当时非常著名的编导 电影导演张艺谋来指导芭蕾舞剧 接下来你不可不知的十大芭蕾舞剧 大红灯笼高高挂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张艺谋曾经说过 如果一些不太懂芭蕾的观众 在观众席里头坐着看芭蕾的时候 往往会看着看着睡着了 这个确实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像看天鹅湖 一些比较音乐比较长 比较慢版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些不太 不知道看什么的一些观众可能就看睡着了 于是张艺谋就提出 他的舞剧当中 所有的舞段不能超过八分钟 他说八分钟之后必须要改 有新的戏剧冲突 有新的舞蹈出现 这样观众就不会睡觉 我觉得他也是说到了点子上 也是一种我说一种编舞的一种创意在这里头 那么更大的创意 这部舞剧《大红灯笼刮刮刮刮》 虽然改编自他的张艺谋的电影 但是他非常好的结合了我们中国的非常传统的金剧艺术 让金剧和芭蕾舞相结合出现了 我们看到的非常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这样一个芭蕾舞剧 《大红灯笼刮刮刮刮》 我们出现了穿着旗袍跳芭蕾的形象 而这些旗袍的设计者是一位法国的设计家 服装设计师来自于法国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中和的一个国际式的团队 来创作一部新时代的芭蕾舞剧 我们今天前前后后给大家介绍了十部芭蕾舞剧 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好看的芭蕾舞剧 如果我们先掌握十部对芭蕾舞的了解 也就可以说已经是最少是入门级了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机会 我们在下一课的时候 让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芭蕾舞 谢谢大家 男士的一种英俊和漂亮 需要用这样一个动作来舞小腿会不会变粗呢 我觉得不会的 我喜欢你 好 学跳芭蕾舞有严格的身体要求吗 常年跳芭蕾的人小腿会变粗吗 芭蕾舞男演员为什么不穿脚尖鞋 学习芭蕾舞小腿会不会变粗呢 我觉得不会 徐刚帮你解答十大芭蕾舞疑问